约书亚纪 约书亚纪第一章 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 耶和华小于摩西的帮手 嫩的儿子约书亚说 我的仆人摩西死了 现在你要起来 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 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 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 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 赐给你们了 从旷野和这利巴嫩 直到柏拉大河赫人的全地 又到大海日落之处 都要做你们的境界 你平生的日子 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 我怎样与摩西同在 也必照样与你同在 我必不撇下你 也不丢弃你 你当刚强壮胆 因为你必使这百姓 承受那地为业 就是我向他们列祖 启示应许赐给他们的地 只要刚强 大大壮胆 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 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 不可偏离左右 使你无论往哪里去 都可以顺利 这律法书 不可离开你的口 总要昼夜思想 好使你谨守遵行 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 如此 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 凡事顺利 我岂没有吩咐你吗 你当刚强壮胆 不要惧怕 也不要惊慌 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 耶和华你的神 必与你同在 于是 约书亚吩咐百姓的官长说 你们要走遍营中 吩咐百姓说 当预备食物 因为三日之内 你们要过这约荡河 进去得耶和华你们神 赐你们为业之地 约书亚对流遍人 迦德人 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人说 你们要追念 耶和华的仆人摩西 所吩咐你们的话说 耶和华你们的神 使你们得享平安 也必将这地赐给你们 你们的妻子 孩子和牲畜 都可以留在约荡河东 摩西所给你们的地 但你们中间 一切大能的勇士 都要带着兵器 在你们的弟兄前面过去 帮助他们 等到耶和华 使你们的弟兄 像你们一样得享平安 并且得着耶和华 你们神所赐他们 为业之地 那时才可以 回你们所得之地 承受为业 就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 在约荡河东 向日出之地 所给你们的 他们回答 约书亚说 你所吩咐我们行的 我们都必行 你所差遣我们去的 我们都必去 我们从前 在一切事上 怎样听从摩西 现在也必照样听从你 唯愿耶和华 你的神 与你同在 像与摩西同在一样 无论什么人 违背你的命令 不听从你所吩咐 他的一切话 就必致死他 你只要刚强壮胆 再来